面对登革热疫情持续的在升温 新装昌平里在环保单位的协助之下 进行里内第二次的环境大消毒的工作 至于民众要如何的来防止登革热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呢 里长太太告诉您佩服 登革热疫情升温在市府环保局的协助下 昌平里进行今年里内的第二次消毒作业 最近很夯的话题就是登革热的问题 那我们很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的消毒 可以帮助这个登革热的消毒的问题 消毒人员特别针对道路排水沟 社区中庭进行消毒剂喷洒作业 里长太太也特别呼吁大家 家家户户一定要清除积水容器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把积水容器的水 要去把它倒掉 尤其是在我们的互渡星 其实这个积水容器的问题是非常严重 我们也在这里可能请相关单位协助我们来完成这件事 如果再臭那个不好的水池 它就会死掉 要彻底杜绝币美文的资深 所有积水容器都要彻底清除 才能有效远离登革热 以上新闻记者新庄采访报道